大家好,這次回來就是玩新的救濟露寶石 這個救濟露寶石我也玩了大約兩代三代 這次就是玩第四代,因為近期出了第四代所以就想玩一下 印象中,救濟露寶石3我也沒玩完 好了,但不要緊 我們繼續試試救濟露寶石4的分別在哪裡 OK,這裡沒什麼特別,這裡沒什麼特別說 這兩個角色有改變 那個人物的模組有少許改變 忘記改變了卡納姆,剛剛看到卡納姆 L,L在哪裡 OK,你剛剛搬來吧 我是這個精靈的創世神,阿爾宙師 總有一天我會等一個運動的空間 和混亂的世界點相遠 一切都是預示著萬物的滅亡 光輝大神和繁天滅世的刺光 終將延盡一切,並奪走萬物之光 精靈是末日倒數,到計時能夠阻止一切之後你 一切的劫和懶,終將會考驗你的選擇 給點提示你 分殺17塊碎片,當聚集的時候就是我們相會之日 即使是不等的神話,都沒有辦法輕易打到的光輝大神 現在我就給一個忠義的記憶給你以此為代價 過去,現在和未來,徹底推翻 在一起還未太遲之前改變精靈的未來 喔? 什麼呢? 快點繼續前進,這裡由我們牽制著 和我戰鬥的時候還空到處看 哇,珍智命運,想不到以這個形式再次相會 只不過我認為他們的計劃可以令我更強 只要變得更強,無論做什麼都無所謂 珍智在你和小智的決鬥過後這麼多年 本來以為你的心境有改變 普提無料的往事 我和你正在戰鬥,又不是開茶會認真地和我打 或者我好像那個阿藍的訓練師一樣對我來說一大堆道理 最終一大堆被我擊敗 他說他曾經追求最強,但這是錯誤的道路 什麼跟精靈和睦共處,無聊到吐 雖然曾經有這樣想過,但輸了給你身邊的我之後 令我不敢回想那些時光都是白費 就是那些煮飯的日子,令我輸了究極訓練師 阿藍最終輸給我足以證明,我現在追求的強大才是正確的道路 我將會追求神話的力量以此擊敗你的神奧 這個希羅納大者說得對,快點繼續前進 不孝我們有些冤孽要處理 小某前輩,我身為火箭隊首領的兒子 把目是我爸爸,我要幫助他 這次我絕對不想再錯過我的法勢 唉,我知道了,心想清楚你的想法和意志 那你是不是可以將意志實踐同學的戰鬥呢? 儘管攻過去,越需要同學乖乖回去 和你的同伴琴音克里斯空母博士道阿金小男溝頭道歉 一切是阿爾宙斯給我看到的一個未來記憶 在未來任何決定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我成為了究極訓練師之後擁有究極的力量 因此被自己樹立了不少的縮敵,一切都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不是,阿爾宙斯給我看到這一切的記憶 就是看望改變這一切的結果 必須認真從破滅的未來尋找線索 未免精靈世界走向終焉 這裡都需要回答 該死的,不要擋路,不要停下你的腳步 這個鬥騎士 不是鬥騎士 等人已經在持風的頂峰,必須阻止他們 這個角步背了特殊強化精靈的力量 李如龍剛剛使用了Z技能,或者是我反制的機會 他的前進法 這個是冠軍,這兩個都是冠軍 不是,這個是冠軍 這個是卡洛斯地區 這個是黑白地區的合縱 到這個 赤焰蟲ORAS 已經太遲了 曾經你類似左右我和水不同 在上次的基地決戰你還未吸取教訓 你一個小機我遠比我狠心 我和你組合無敵 終於知你的夢想也可以輕易實現 他已經丟下了你獨自前往祭壇 即使你們全員都因為異獸的氣場和諾克諾之馬的能力加成 即使你們是組織 這一屆小卒都有Z技能,我們都不會輕易放在這裡失敗 因為我們是究極亂問 雖然我曾經想過改到自身 但追求力量的本能始終沒有放棄 在這個世界教會了我如何正確控制著Koyoka 這個電藍色的寶珠現在在我手中發揮了更加強大的能量 果有Koyoka的真正力量我現在感受得到 即使是你們這些究極聯盟都沒有辦法阻止我們採用火箭隊的步伐 最終的一步,版木將會帶領眾人前往神界 將艾爾就先和其他神界的精靈都奪走 雷克諾之馬和他這個底下的異獸也將會成為新的神界掌控者 將世界元素顛覆 時間不多,這次危機不只是風源 而是整個精靈世界和平衡時空的大災難前進 你戰爭時的美麗伸資還黑影在我雙眼中 就是指現你終末元武曲的時候 全身的命運靠你了 這個是誰 是誰 狼人 究竟諾之馬,終究無法阻止澤奧博的計劃 澤奧博是... 以太基金會的其中一個博士 雷尼亞的小星雲都有去不反 我愧對了加拉加歐的犧牲 快點去阿金族孤身作戰 阿金怎樣 阿金我輸了 可你來自我和一路一起戰鬥 司徒阻止大太強,無法制衡 你掌控著更強大的精靈 在我將支援帶來之前,幫我爭取時間 拜託你即將步入最終 是否可以以自身命中注定成為究極之訓練師的彩虹火箭隊打低 曾經招有了風源危機的救世主 面對傳說精靈、超古代精靈都無所畏懼的我 將會在這場究極之戰的關鍵 進化 嘩,這個場面 哈哈哈 這個究極的光輝,有了這個力量 萊克洛芝麻將會成為新世界的主宰 我們作為驅使這個究極力量的彩虹火箭隊 將會均臨天下,將統治全世界 哈哈哈 反目 究極聯盟已經攻入這個基地 我已經指派了爭執、希加蘭和銀少去阻擋它 天下節已經準備好了,請盡快 各位紫色頭髮少年,我多喜歡它 它的眼神裡面擁有好像我認為它是巨大野心 哈哈哈,它很優秀 和靈樂相比何不信息 不管怎樣都好,它們都有優秀的棋 這次是紫色頭髮少年 版本大人時間不多 我們快點給究極內克洛芝麻去吞噬 即是大人所說的是創世之神的光輝 這樣究極內克洛芝麻將會成為創世紀的究極之光 自古的文獻顯示著 除了槍柱外這一座山也連接著神界和人界 是吧? 是,版本 根據我世界各地參考過的文獻顯示就是這裡 版本 這個閃耀隊的成員已經控制就緒 人工控制系統配入火箭兵團的橫獸X計劃和等列子團的控制系統 伊比爾塔爾已經成功完全控制著 你的實驗禮品成功實驗反轉的坎克利基亞都控制當中可以行動 沒有寶珠控制就是這麼麻煩 哈哈,就是諷刺赤日 交給我們正確掌控寶珠的人由得來指點 把握兄弟,開波吧 赤焰蟲,確實如此 這些技術都是令我全員得益 好了,我們開始了 全往神界攝取了一些光芒的事後 去吧,究極內克洛芝麻 去吧,塔爾奇打開神界的空間 去撕裂神界,合縱究極龍又雷武 開始行動閃耀隊 阿姆利基亞 還有這個Y神 有很多神獸 還有兩隻超古代神獸 回來吧,古拉多哥優卡 好了,只不過來天界之敵 為我們打開通往天界的道路 看看誰來了 怎麼會?究極訓練師我? 死不足色的家夥是你報仇的 上次輸給兩位,赤焰蟲很不爽 我非常理解那種感受 哼,帥哥 阿南沒有一起來 看來我期待錯人 曾經追求最強的距離機會 淪落到和一般訓練師一樣 玩著一些 煮飯仔的生活 這樣他越來越 離這個最強之路越來越遠 天界之梯已經打開,你已經沒有勝算了 偉大的神話今天將會降臨在這個空虛和舞趣的世界 靚仔三番四次阻礙我們的計劃 如果你和剛才兩位成都和阿羅拉多聯盟冠軍一起上也有勝算 單憑你一個是沒有辦法阻止我們 你的不屈服的眼神真的令人不愉快 即使吃虎頭都不打算放棄 是時候讓你體驗一下究極的絕望 究極之力的差距 慢著,誰說是一個人? 有很多大熊帽 小智 先不是一個人戰鬥,他有我們這班夥伴在背後 小智?我就知道你終究都會出現在我面前 即使是這樣,憑你兩個都是沒用的 當然不止我們,還有同步和機部的鬥志 這個很難看 這個 Rat 點點點點點 點點點 你這個是點點點? 怎麼會的,點點點 他應該被UB05惡食大王吞噬進去究極之洞 我親眼看到,你要相信我吧,拔木大人 沒錯,確實是Rat的前輩被捲入了究極之洞 但最終找到他,成功將他帶正確的時間和時間線 越來越多真滿,連國際仍然黑刺也來買 你們的計劃全部已經玩完了 要說為什麼呢,因為我來了 囂張的小鬼,這次我完全控制著他的力量 不要太囂張 還有小輝 赤人,神子計劃將會失敗 如果你們貿然登上去,我會令天界之之的構成消失 你們將會得以墮落 墜落嗎?墮落 可惡虛弱的人類,不管哪個世界都打算阻止我們的計劃 等利子已經破滅了 六位的賢者都已經被黑刺捕,剩下你 就是他,曾經令等利子這段破滅 就是因為你這個連名字都不知道的無名小卒瓦解了 現在連那位逮捕了我的七賢者刑警小鬼都在 正好我一次將你們殲滅 看來另一個小兇的失敗 就交給我收拾這班小兇 哈哈哈哈 楚龍火箭隊全員進攻 我們上吧 楚龍火箭隊 這次一定要瓦解你們 一切都是夢境 這次是一場夢 好,這裡基本上可以飛 這個是什麼 作者警告是否執行串檔劇情 如果劇情二周目我沒辦法帶不到 如果未必觸發者離開 我真的會毀你存檔 OK 暫時聽到這個Pokemon 都看一看劇情都差不多看了十分鐘 看我之前玩過的究極二、究極三 難度也挺高 採用火箭也是非常厲害 所以這裡我不會特別派交還是怎樣 正經一點 以一個好一點的實力去打 因為我怕有些會出事 OK 小典捲莫士養的寵物 OK 我都可以用力一點去打 OK 好了 這裡 OK 好了 這是什麼 小火龍奇蹟的總之就不用問 哇 這隻是 新的蛇蠻熊 OK 剛才做調查的時候被襲擊救了 我多謝你 OK 妙蛙種子 那我作為奇異種子的忠實粉絲 那我一定是選奇異種子 絕對是 哇 內涵 你是專門還是什麼 這隻是紅色帽 精靈固又帶到中心 六毛蟲 六毛蟲 那它是加特攻 其實它不加特攻 如果加糖我覺得會比較開心 因為加特攻 咦 它做什麼 什麼隊伍中什麼看不到 太快按 先拿個雙藥 為什麼這麼小 解毒藥 我想休息 所以趕一趕進度 OK 烈雀 好 如果是這樣 奇異種子的特攻型 即是加特攻的性格 唯有就讓它用特攻技 老實說 因為如果它加防的話 就很開心 加防減攻 或者加特防減攻 我都很喜歡 因為奇異種子比較適合這一類的性格 對 好 你好 看來送了這隻精靈 可不可以戰鬥 一來馬上叫它 爆擊 爆擊 突然它爆擊 沒有看錯嗎 它爆擊 感覺上真的加防 它有火花 怎麼打 它有火花 一來就要卡關 接著我打算飛行 咦 寄生種子 隊伍中什麼 我看不到 再看一次 哦 隊伍中獲得各自經驗石 即是說 全隊分成 啊 有這隻無黑鷹 那我要無黑鷹 無黑鷹不是廢 無黑鷹也挺厲害 超星 加速能 難怪得得了 沒有特性 哇 差點輸 OK 還沒有精靈球 這樣的話 我們不揹著 我抓無黑鷹 這裡 我一定要無黑鷹 作為我的隊伍的神獸 波波 然後要找一隻 會什麼 以前 以往的話 我就是用這個 大針鋒 所以這集 其實都可以用大針鋒 大針鋒 真的挺厲害 是挺好用 挑戰時不能攜帶 當然也不會使用 不讓人使用弱 按太快沒有看到 不要緊 我之後再 了解一下 這隻是不是和不同顏色 怎麼這裡有個這個人 標説了腳足跡 但怎麼看都是自己的腳人 那就是玩東西 咕咕 對了 是這隻人 這裡先減 我怕抓那隻不厲害 沒變化不厲害 走得 反彈傷害技能提升 至少都要加速 或加弓 沒變化不厲害 反彈傷害技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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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減蜜弓我真的接受不到 要是要以這個彩虹火箭隊為目標的話 這個戰力是不夠的 可能一開始就要看性格 性格其實都... 性格某程度上還要個個體值 即是不行,大膽這些 大膽這個比奇異總之用就對了 真心是頗厲害 這樣太快了 頂應該是內涵 內涵是內臉,應該是內臉 不要這樣好嗎?要不就沒有性格 要不就減物工 減物工可以嗎? 爽浪就行了 爽浪這些神的性格 簡直堪稱無敵 好 好 OK 尾立 為何會在那裏撞到尾立 那裏是地下 沒有草的 地下 看看 怎麼會這樣踩怪呢? 在這裏設定了 草地也會撞怪 不過沒關係,沒問題 這些小問題 葉童子的蓮兒 老鼠 馬上打死我 好 OK 他在這裏也要踩怪 好 軟軟軟軟軟 差不多要給... 欸? 出在哪裏 出在哪裏 啊?怎麼會出在這裏呢? 我看到有個傳送門 因為進去去哪裏 怎麼出來 然後不能進去 不要緊 是 當是... 當是一個上司 寄生總之就... 騰馬 其實有點軟軟的 為什麼不斷... 不斷... 不斷麻痺呢? 一開始 要說全隊有經驗嗎? 為什麼只有2個? 為什麼沒有在鷹? 先看看 還是要有學習裝置才行呢? 試試B他 隊伍中才能獲得各自的經驗 不斷麻痺呢? 看來應該是要拿了學習裝置才有 分成 難得 欸? 我以為人不停下 原來只是個年輕人 我的名字是麥丹 最近抵達到調查這些奇怪的動物 你知不知道嗎? 知道 已經被我和我的團隊封鎖給你的鑑視 剛剛見到很窩疑 讓我看看你的卡片 噢... 你記得嗎? 一個廢章都沒有 好啦,這裡不是這些訓練家 快走 這個狗血之洞的影響 已經導致分布在這裡 的分布遭到嚴重的破壞 現在著手正在調查 為了將危險的狗血之洞封鎖 我要繼續監視你的行動 不要再讓我懷疑你 至少我真的被抓了 好大的官威 這個是密大人 來 來 多浪 行爐草 這裡行爐草 這裡行爐草 咦? 過不了它 那邊的 要在這邊過 在這裡 不在這裡 不在這裡 在這裡再過 OK 這裡我記得 在這裡 不停跳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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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跳太快 然後又飛了出去 毒個蟲 毒個蟲 先想想用什麼 毒粉 不要 碎粉 一定有 總之必有的技能就是碎粉 OK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首先我們下次繼續救藥路寶石4 剛剛在影片中也說過 因為救藥路寶石4 是以彩虹火箭兵團作為最終的目標 而打過彩虹火箭兵團的我 就知道其實它的戰力都有點難打 所以這裡 這個系列就不會說 很牌膠 可能有一點戰術性 對,戰術性比較重 那個成分 所以就... 要努力一點打 不然會卡慣 會卡慣 好 今集時間在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東西記得按LIKE 還有還沒訂閱的話 記得幫我按訂閱 很需要大家的訂閱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看 幫我按讚 賠儀 請 請 請